你能想到吗? 我们日常用的电热水壶里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小弹簧片,如今仍要依赖进口哈。 有人说,我们制造了电热水壶中99%的设备和零部件, 却就是无法制造出高品质的自动跳闸断电的小小弹簧片。 这里说的小弹簧片就是热水壶的温控器。 温控器开关也是电热水壶最为核心的部件。 它是一种用双金属片作为感温元件的温度开关。 当电热水壶正常工作时,双金属片处于自由状态,触点处于断开。 随着温度的不断升高,水温逐步上升到100度。 水开始沸腾,蒸汽冲击蒸汽开关上面的双金属片。 弹簧发生形变,带动按钮推开电触头,自动切断电源。 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。 普通弹簧是很难做到的。 这种弹簧是一种形状记忆合金,能够随着自身所处环境的温度变化,从而发生相应的形变。 这是不可逆的过程,要想重新加热必须重复上述过程。 如今,电热水壶通常有两个温控开关控制。 一个为水沸腾,自动断电用的温控开关。 另外一个则是控制防止因缺水干烧的温控开关。 而温控器的品牌来自英国的Strix和Outer。 这两个牌子是温控器的十足。 Strix市场占有率高达70%左右。 不信你可以随便去看下百元左右的电热水壶产品说明里。 在显著位置,几乎都标注是Strix温控器。 Outer品牌定位于高端品牌的电热水壶。 所以制造一百八树壶。 还不如英国制造一个小弹簧片的利润膏。 赶快去看你家的电热壶温控器是啥品牌。